我们这节课说后天八卦 顾名思义呢 前面还有个先天八卦 那为什么先说后 因为这个后天八卦 跟洛书的关系比较紧密 而 医学界呢常用的 就是衍生出 各种派系 各种预算测法 都是主要以后天八卦为主 那后天八卦呢 又叫文王八卦 据说是周文王 囚禁在这个监狱 游离里面 然后 做出来的这个遗经 那 相成于这个 春秋战国时期 实际上啊 他应该是孔子 及他的后人 总结出来的 因为呢 最早先是没有这个图的 后来 人们 眼神 自己 画得出来的 因为孔子 他的实意呢 说这个 上面才开始提到 这个问题 就是说 帝出户阵 然后 骑虎逊 相将乎离 之一乎坤 说言乎 对 战乎浅 老虎砍 最后 成乎这个 更 所谓 所谓这个地呢 有人说是 天地 也有说是 这个 太阳 因为在东方 这个地方 总归都是在 这个位置 也有 教这个 北极星的 然后 按照他这个 说法 言辞 这个 相转的顺序 就是 这样一圈下来 过而 才形成了 这个 后天八卦 那么 这个后天八卦当中呢 首先 说了 这个树 就是 洛书的 这个九个树 位置 然后呢 这个 每一个卦呀 它有 相对应的五行 就是 这个水 火 实际上 我们可以看到 前面那个 核图 它的这个五行 顺序也是这样的 左边是木 右边是金 然后 注意强调一下呢 还是 这个 仰视跟 俯视的 区别 仰观天文 看到的方向 跟复查地理 看到的方向是 上下 颠倒 相反的 它转的 这个方向 顺视针 逆视针 也是强反的 那么可以看到 两个木 两个金 两个土 只有水火 是一个 所谓 在天成像 水火 为金 所化 相者一 行者二 所谓行 东西 我们常说的 这什么东西呀 就不说南北 因为南北水火 主无情 无情之物也是 同样 同样无情 所以呢 在天成像 在地成行 我们可以 发现这个 这个河图 也是这样 天一 生水 第六成之 它中间 就加了个五 注意了 这个五 就很重要了 加上之后 就变成了 这种形 形 它是 具象 它这个 存的物质 是比较多的 过而 水火 只有一个 金木土 是 两个 那 同时呢 我们可以看到 大概的 这个 水 木 火 金 这个火 其实也 生金 当然 这个里面 有土 那就先说土 就是大概 这个相生的方向 而当然了 到这个地方 给你 进了一下 这个叫 根 为土 那土 磕水 实际上呢 这个木啊 如果是光有水 现在又 无土在培 它是实际上 长不大的 都是要有土 在这个基础之上 这是有特殊的 一套学问 比较深 以后有机会 我们再慢慢再挖 那 大概的方向呢 人说也是 后天煮磕 先天煮生 那先从这看 土 磕水 木 磕 土 就这样 下来也叫磕 按这个 一二三四的方向呢 大概主要的 也都是磕 就这样